欢迎来萧正志,我是启耀 开始先简单提醒一下 今天12月12号,星期一晚上9点钟 是没有口琴直播的 OK,点钟会要休息一下啦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一见 那今天本来是想先和大家聊这个内阁改组 但是呢,有一个新闻呢 我先想跟大家快速聊一下 请看一下啦 OK,就是关系到土团的议员呢 又在传出 接下去可能又有多七到八个议员呢 要转去支持团结政府了 OK 我们之前知道其实已经转过去五个了嘛 OK,虽然党绩是留在土团 但是呢,已经表明声明会支持团结政府 OK,如果加了这七到八个议员 这名讲说 接下去总共会有12到13个土团议员支持团结政府 我只能简单讲就是 有钱使得鬼托抹啦 OK,这些人大部分可能是要争取这一个选区的拨款 但是为什么我特地要提这样是 是因为 当这一个数量增加到一个数额 一个门槛 也就是如果多到16个议员的时候 那整个政局 整个土团就会有一个值的改变 而你会看到现在正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个门槛 OK 为什么讲16是一个门槛 因为现在土团的整个国会议员总共有31个 31个的超过多数 那个关键数字其实就是16个 OK 你想想看 假设现在数字真的是上升到13个 然后过后再加多3个 只需要多3个就好 代表讲有超过一半的土团 议员是支持团结政府的 假设现在没有反跳槽法 这些人已经跳去团结政府这一边了 OK 那请问土团到底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现在呢 以这个慕尤丁为首的土团 假设他根本就控制不到他们的议员 议员当中有过一半去支持团结政府的话 那请问这些议员还是认这个慕尤丁作为主席吗 还是其实实质上呢 他本身就已经是一分为二了 一分为二 一半的土团议员跳过去了 那这些土团议员 这些出逃的土团议员 他们能不能 可能是过后头 有点不信任票还是这样的 换一个新的这个主席上任 然后整个土团移过去 这是我们要去看的东西 OK 我们可能之前觉得说 两个土团议员改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这一些呢 其实数量上的增加 他不会对政局发生这样的改变 但是当一上升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呢 整个土团就被迫 是要做出一个决定了 也就是呢 到底要对这些议员做出一个怎样的处置 OK 我其实不太明白 土团呢 他们一直不要去修改自己的党章 因为我们都知道关键原因是什么 也就是现在的党章 当他们宣布去支持团结政组的时候呢 这一些人 他们其实除了被冻结党纪 他们也不会遭受任何的这个对付 OK 他不像是武统 比方说武统 假设你去支持国盟的话 你违背党中央的议员呢 你会被罚款 两亿 像公正党 你也是会被追加罚款 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 所以呢 那些人不敢跳 土团这一边呢 他们已经意识到呢 现在议员不停的往外在歇 但是呢 迟迟不肯修改党章 OK 这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的事情 大家懂 如果你真的是太看重 你真的觉得自己的议员呢 你太有信心 你真的觉得他们会对于党中心的 现在发生的事情就事与愿违 你自己的议员已经证明了 没有相信力 你不像伊斯兰党这样 大家可能觉得未来很可观 大家可能的相信力很强 就算是党章没有这样修改 他们还是不跳 但是土团已经证明了 你不修的话 你没有法律 你没有这样子条约的约束下 就会慢慢一点一点的流失掉 那现在你还在等什么东西 这是我目前仍然看不清楚 到底慕尤丁 韩萨他们在坐着的 在等什么东西 假设 16个议员 他到最后上升到16个议员 真的是全部逃去这个团结政府 他们真的把整个土团拉过去的话 发生的事情就是 我觉得你要讲谁是最大收益者 伊斯兰党应该会是最大的收益者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不是团结政府 大家要知道的是 其实在上一届的大选 甚至是六周周选的时候 很多人投土团 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团结政府 很多不满 可能是这些马来选民 他们就全部把票塞给这一个土团 所以 其实只要这些土团 他们会移去 把他们全部挑去这个团结政府的时候 他这些选民 他就会有两种心情 第一种心情 他一定会痛恨土团 因为他本来就是可能不支持团结政府 投给土团的 所以现在其实你是背叛了他 你要去支持这个团结政府 而接下去的另一个心情就是 那我就只好投给 唯一一个不跟团结政府 站在一起的这个政党 是谁呢 伊斯兰党 所以意思是讲 土团就算是真的到最后 给整个政党跳过去 你懂吗 整个政党如果移过去的话呢 是没有出动到这个反调朝法的 OK 如果真的跳过去的话 他并不能把那些选民带过去 那下一届大选的时候 这些本来投土团的人 他们就只能投给伊斯兰党 所以就代表讲说 其实很多的土团的支持 会完全转向伊斯兰党这一边 我们不要讲多 就算是土团31个议席里面 他只拿走一半 其实对于绿朝的渗透就会变得越发的恐怖 OK 所以坦白讲说 现在如果团结政府接受越来越多的 这个土团议员的话 OK 之前我们讲说 他可能要拿到三分之的支持 但是到了这一个分上 他已经拿到150多个议员的支持了 那个数目上的那个增加 对他来讲意义不大 而且实质上像我讲的 其实这样子的增加是一种虚胖 什么是虚胖 就是你看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这一些支持 都是建立在一些人跳过来的前提下 意思是讲 这一些本来跳过来的人的身上 他们在下一届大选能不能赢下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来的 而且加上你接受的 这一些议员 本来跟你是死对的 所以你也会被关上一些 可能道德上的武林讲说 你怂恿人家 然后你接受青蛙 这一些的罪名 他也可能会导致一些 本来深信改革派的 这一些选民的离你而去 所以其实我最后觉得 土团越来越多的议员出逃 越来越多的人去支持团结政府 甚至讲土团本身的完全瓦解 对团结政府来讲 也并不是一件绝对好的事情 相反 其实背后最大的这个受益者 会是伊斯兰党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比方讲说 很多的这一些 巫统的党员 他们之前为什么支持巫统 因为巫统 包括马来人 巫统跟这个行动党 势不两立 会有这样子的这一些选民 那当巫统跟行动党合作之后 这一些议员 就会像是干马腕 他们就觉得巫统不可信 就算他们不投 这个伊斯兰党 他们也可能弃票 他们不投票 所以一样的 土团的议员跳过去 他们本来的支持者 可能不投票 或者就是把票投给伊斯兰党 那这一些事情呢 就代表讲 他们的票不能为团结政府加分 那如果不能为你加分的话 你何必要吸纳他们 OK 所以简单言之呢 这一个数目越往上涨的话 土团真正瓦解 一分为二的危机就越大 但是这样事情呢 最大的受益者 我觉得将会是伊斯兰党 OK 这期跟大家聊到那边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